今天抵贊交给坐中间的资料库 今天我见到这个我也挺开心的 因为对于这件事 关你什么事? 不关我事,但很多人都有这个痛苦 尤其是这个是一个绝症 就是我的爱滋病 昨天有一个好的消息 虽然也要踏出一小步 不是说搞定了,我们可以有疫苗了 就是谁呢? 何大一是美国的华裔 他最出名的就是 继味酒疗化 何大一继继味酒疗化 又一新突破 真是突破 因为现在他们找了猴子去打疫苗 试一下是否能抵抗这个爱滋病 没有打过疫苗的那些 就全部有爱滋病的猴子 打了那些呢 咦,可以抵抗一下 不过时间不长 在说三个月 但是对于何大一来说 他也说了 这次其实只是一小步 到底有些免疫的疫苗 来说还是很远的 但是我今天给一些鼓励 第一就是踏出一步 起码可以调整这个方向去继续 找如何继续做好一些疫苗 这个我觉得可以说一下作为一个通识题 因为呢 其实爱滋病就是HIV病毒 是 其实HIV就不用加病毒 因为V字其实已经是病毒 等于ATMMACHINE 其实是不需要的 M就是MM 就是提款机器 不会这样说 你不会说病毒病毒 是那类 所以它是HIV 由HIV衍生的病 所以才有疫苗 没错 如果它是菌的话 就没有免疫 所以为什么说一针免疫三个月 就是基本的医学常识 就是可以打疫苗 免疫三个月 那当然你再打就又再免疫 一年打四针全年 全年免疫 但是现在做不到 人类那里要再试 做不到 猴子可以 我们不是猴子 不过HIV起了猴子 他和猴子都相近 所以就用这个东西 成为了医学的大突破 算是今天在静静的 两会新闻期间 突破了黑强总理 找到第一医生 所以都是OK的 我以为你今天因为想谈何底 所以我们现在 你知不知道我们身处的地方在哪里 莲花公门 莲花公门 是吗 吃得了 看到了 bank